国旗之争 绊脚石垫脚石等九宫归州之后 商庭上下无不痛心计舍 而忠建大夫飞联 则更由此就总结出了血的教训 历任征法大将 之所以屡屡时机叛逆 就是因为他们并非天子之亲 未能与周王修其与共 于是在他的提议之下 便有了冀州后俗户的国旗之争 对于清书胜败的这套说辞 咒王其实是颇不以为然的 但他亦并未因此 就否定了飞联的提议 只可惜这飞联只至其一 不知其二 那济州后苏户虽是国旗不假 却早就身在商营心在周了 又何来杀敌报效之说呢 盲命后庭至久 于子泉中夫人杨氏共饮 愿我不信生女打击 敬上朝歌 谁想这贱人尽为父母之训 无端作孽 迷惑咒王无所不为 是天下诸侯贤恨于我 今五王仁德伯于天下 三番有二进归于西州 不亦昏君反命无征法 无得遂生平之愿 我明日业欲将满门良眷待在行营 只惜其归降周王 共享太平 然后会和诸侯共法舞蹈 使我苏户不得一笑于诸侯 受济于后世 亦不失丈夫之所为而 果不其然 这场浩浩荡荡的所谓国旗之争 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必将是殷商历史上 即黄飞虎叛逃事件后的 另一桩政治丑闻 但苏户不是黄飞虎 他的叛逃之路 看似一马平川 却又一拨三折 话说苏户将满门家眷待在行营 只等到了西齐 就叛变投帝 可真到了西齐 他却安兵不动了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说世道临头他反悔了 不可能 实际上苏户想要借机叛逃 此时除了他的家眷之外 还另有一个知情人 那就是开国武城王黄飞虎 要知道 黄飞虎可是在江子牙面前 打了包票的 苏户此来 必定归州 可出人意料的是 十万打军到西齐 已经三天有余了 苏户却并未显露出 丝毫的归州迹象来 真是太尴尬了 于是 为了探明元伟也好 为了挽回颜面也好 黄飞虎便不得不主动请阴了 探马暴入中军 苏户令先行官见证 可令黄飞虎意想不到的是 苏户对他的态度 竟然是逼而不见 非但如此 苏户竟然还派出了 先行官赵兵与他兵龙相见 好在黄飞虎武艺高强 否则怕是要出阳相了 然而 更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赵炳背轻之后 苏户的麾下大将正伦 竟然又主动转手为攻了 将子牙不知内情 还以为苏户此举另有身影 于是又派了黄飞虎出城应战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黄飞虎竟然被正伦给生擒了 紧接着 黄天化与土行孙也同样背轻了 亨哈尔将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正伦还当真是倒数惊人吗 可问题是 明明说好的不战而胜 怎么就变成连凿败极了呢 江子牙被正伦给彻底打猛了 直到正伦做命要请邓禅玉出战的时候 江子牙这才真正回过神来 疏忽此来可不是闹着弯的 于是乎 他思前想后 就派了能炸前去应战 要知道 能炸天生就对各类鬼魂类法术免疫 因此 正伦的亨哈之术 自然就对他失灵了 可叹他不明就里 连横连败 到底还是被乾坤圈给打伤了 应该说正伦此次受伤 是这场国期之争的重要转折点 没想到 苏护之所以迟迟未能归州 并不是因为出而返 而是因为待于正伦的阻囊 原来 当年在冀州之战时 正伦出路锋芒 不仅震慑了敌江崇黑虎 更震慑了顶头上子苏护 这也就是说 早在冀州之战结束后 苏护就已经震不住汉江正伦了 所谓冀州后苏护 其实早就名存是汪了 也正因为如此 想当初他在朝歌城 盘上是风风火火 到如今有心 龟州却又谨言身心 甚至不敢相不将 吐露诗情 所以苏护想要顺利龟州 就必须先要除掉正伦这个绊石 可苏护毕竟能力有限 凭他是无论如何 也除不掉正伦的 于是 他便有意要借刀杀人了 这其实就是他在龟州问题上 言行不服的真正原因了 但平道再三强调 这接刀杀人之计 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 苏护明明实胆力薄 还妄图借枪出枪 真是异想天开 然此事一并非就毫无转机 正伦受伤后 苏护当机立断 便将黄飞护父子放归周营 以便向江子牙表明心计 也正因为如此 他这才逃过了妄解强刀之上 否则 他只怕要死在江子牙的乱刀之下了 但苏权中既有剑术结营的打算 这便足以说明 苏护虽有放人通缉之时 却丝毫意味向黄飞护父子 透露过任何与鬼州相关的细节 这也就意味着 直到此时此刻 苏护还在自以为是的要戒刀杀人 可要说除掉正伦 原本并不必如此大费周章 苏护可先与黄飞护到明远尾 再同江子牙利盈外合 又何愁大事不成 看来这戒刀杀人之计 只怕是另有玄机啊 众将足将土性酸醋用推至帐下 苏护约这样将官拿他何用 推出去斩了 此处有个疑问 那就是苏护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 就要杀了土行孙 难道真的是因为土行孙长得不起眼吗 可打狗看主人 这苏护再怎么不敬人情 也未见得就敢如此草率吧 否则还谈什么归州之心 另外急速联盟自是情深远浅不得已 但苏护既予归降 却又为何断了与周氏后人的联系 总与黄飞护书信往来算怎么回事 莫非他与黄飞护颇有些顾旧之情 乍看却又此事 但实际上苏护之所以如此 并非出于顾旧情深 而是为了打探消息 什么消息 一则是齐州政权的叙事 二则是殷商叛臣的寄语 要知道苏护与黄飞护毕竟不同 苏护归州是良情则目 而黄飞护归州却是无路可逃 因此苏护的归州之路来不得半点马虎 必须是谋定而后动 可既然苏护的归州之路 充满了算计与权衡 那他善杀土行孙又该做何解释呢 实际上 他之所以预置土行孙于死地 并不是因为以貌取人 而是因为杀敌自重 换句话说 他这是有意要借土行孙的人头来自台身家 以便在归州之后能力的高知 想不到 这苏护明面上使的是戒刀杀人之计 但实际上图的却是欲望相争之力 一方面 他忌惮正伦 必欲借刀除之而后快 而另一方面 他又倚重正伦 指望着戒以鸡犬升天 这其实便是苏护父子图人不图命的根本原因了 所以江子牙与正伦越是斗得两败俱伤 无辜的苏护便越是名利双收 正伦是绊脚石 也是垫脚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